韓系的帥哥 他比我還太大 點你很大的無辜感 他是模特兒 身材很好 他的臉會不會太好看了 風一吹就斷了 就是人類的鬼 一起上學吧 今天要幹嘛 耶 我們今天來到了 新烏科技大學 對沒錯 這是最多人敲碗的 我超期待這邊 因為楊陽還有劉浩文 不是都在這邊嗎 還有很多就是 我認識的朋友也都主持了 對 因為這邊也是有 演藝科的存在 一定是帥哥美女很多 這是真的 我超期待今天的採訪 沒錯 希望帥哥 很多 Let's go 行武科技大學創立於1965年 全身為行武商業專科學校 校內男子籃球代表隊 實力強勁 是UBA第一級的隊伍 曾多次晉級 並於2016年獲得冠軍 另外行武科技大學 也是許多演藝圈藝人的母校 知名校友有 晚津天 賀君翔 鄭元唱 郭雪芙 陳婷妮 Lolipop 棒棒糖 黑社會 酒妞妞等 今天的下課10分鐘 我們就來尋找 行武科技大學的 笑話下草與風雨人物吧 GO 好厲害喔 燈燈燈 看我們今天來的一位漂亮的 子柔的朋友 沒錯 她也是網友極力推薦 然後我剛好也知道她是誰 因為就是以前在網路上滑的時候 她會翻唱一些cover對不對 對 先請妳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麗珍 我是流行音樂系三年級 你是什麼契機之下 然後開始翻唱cover這些的 很久之前高中的時候 然後是吉他社的 然後就是喜歡唱歌 所以就在IG上面發一些翻唱的影片 等等補充這個 高一的時候 我就已經知道她是誰了 真的假的 這是真的 那妳有沒有就是什麼 上過什麼節目啊 什麼之類的 之前上過滴滴舞二 然後也有上過一些綜藝節目 這樣 我知道我知道 她滴滴舞二 她粉紅美女 很早就被淘汰了 對 沒關係啦 參加也是一個經驗啊 對啊 就是學習 那妳有沒有什麼未來目標 未來目標 想出單曲 對 這真的可以 她是甜甜的女生啊 聲音也甜甜的 對 跟你不太一樣 那我們想問一下 妳有沒有什麼理想型的 理想型是什麼樣的呢 理想型的話 高的 多高 175以上 嗯 笑起來好看的 嗯 有腹肌 哦 所以最重要就是她的 腹肌要有 不是 那妳在就是學校還有其他推薦就是一些 認識其他人想要推薦的嗎 我覺得不錯的 我可以推薦一個帥哥給你們 沒錯 我真的 好討厭的 我在等你這句話啊 等很久了吧 等很久 她很期待 她是那種韓系的帥哥 然後她是表藝系的 然後表藝的 她是唱歌跳舞還是 跳舞 蠻帥的 她叫什麼名字 她叫傅俊傑 傅俊傑 對 小傅我要來囉 好 好 好的 這是我們剛才小真真推薦的 小傅 哈哈 好 請妳做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傅俊傑 然後就讀 醒吳科技大學 標語音書系四年級 我想請問一下 妳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平常喜歡 打籃球 然後逛街 看電影 然後跳舞 跳K-POP 我覺得深藏不露 因為妳皮膚比我還白 對 我聽到她會打籃球 我現在 其實我心裡已經 嚇一大跳 我現在是我們的系 系籃的隊長 就是表演藝術系 我覺得超驚訝的 很反差 因為她皮膚還白大 還是其實你都躲在室內打籃球 對 我滿不喜歡曬太陽 對嗎 你看 我都晚上打球 喔 深藏不露 那妳不是也晚上打球 你不要這樣就對了 不會了啦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參加過什麼節目啊之類的 喔 最近要參加那個 原子少年 喔 所以你未來目標就是 目前就是這個節目 然後 我其實也滿想演戲的 這樣 因為高中是讀戲劇 你想嘗試哪一種角色 沒有射限 沒有射限 那想請問一下你現在有另外一範嗎 沒有 沒有 那你的理想型是哪一種類型呢 理想型我喜歡白白的 然後長頭髮 可愛型還是氣質型 嗯也沒有一定 就是嗯 關好你的搭檔 我為什麼沒有管 長頭髮沒有 白白的 沒有 我聽 我聽 那想請問一下你還有沒有推薦 你會學校其他的同學呢 有一群之前人在拍抖音 然後還滿紅的 他們叫什麼名字 就林冠宇 然後蔡正 洋洋 然後還有 聽放的佩涵 哦 好 謝謝 哈 這是剛剛小福推薦的兩位 哈哈 那我們是不是請他們自我介紹一下 好 我是 我是蔡正 然後表育科二年級 哦 Kerry 我是林冠宇 然後也是表育科二年級 我是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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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說超誇張 上次他來我們家煮東西 用到警報器響 這都算了哦 我們瓦斯爹被停掉 我們鞋有快一個月冷水澡 一個月哦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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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跟你算帳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時候讓你們家的 警報器響了 請問一下你們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然後跳舞 開抖音嗎 跳舞 那妳的那裡有什麼 我的興趣嗎 平常喜歡那種 剪影片 然後 跳舞 好啦其實說的秘密 其實我那時候我在看他的抖音 然後他抖音上都是那種 就是那種 有點帥 你示範一下你的那個很會 你會 這種嗎 對 就是我看他抖音 他都很會放電那種 然後他跟他笑起來 本來有點憨憨的 老實講 嗯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有沒有就是 另外一半 沒有 沒有 那你的理想型是什麼樣的類型 我是比較屬於那種 成熟一點的 成熟一點 這樣子就不用像小孩跟他吵架 你剛才為什麼要看我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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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想說兩個都要再看一下 兩個都要顧到 對兩個都要顧到 還有 那你呢 我就是可能 隨喝一點 就是喝的來就好 喝的來就好 隨緣 隨緣 好 那想請問一下你們還有沒有 推薦學校其他 你們朋友之間 其他想推薦的人 有我有 張月房 張月房 他很兇 很有氣勢又很兇 然後他是模特兒 身材很好 很兇嗎 好了啦 羨慕你 女的羨慕 這是真的 我要謝謝你們 謝謝 他是剛剛 蔡正 推薦的同學 沒有錯 沒有錯 哈囉大家好 我叫張月房 然後 今年19歲 醒無科大 表義系二年級 身高175 你有看到我們在旁邊 難得找到那麼高的女生 他們剛剛都說你的職業是 對 對 都有在接 秀 就是學生秀 為什麼會接觸到那個 被找進去 對 就是很高 然後 他們就有 就是我上高中的時候 他們就問說 你有沒有興趣 就是想要走我們的秀 我就說 好啊 我剛才還以為是騙人的 那你有想過未來還是會繼續走這個嗎 還是你會走別的方向 應該還是會比較想要走這方面 我覺得你非常適合 而且你非常的有那個氣場 對對對 還是你現在可以小走一次 閃爛你的氣場 那個 對對對 我幹嘛搞好自己啊 我發現 不好意思 你現在有另外一半嗎 有 喔 他是 跳舞的男生 喔 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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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找到了網友極度推薦的 黎妹妹 那先請你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 我是黎妹妹 讀行銷 一年期 黎妹妹是她的身材超級鮮型 沒有 腿超濕的 我跟妳說 那是 那是人類的腿 那是人類的 他的腿會不會太好看了 超級性 有沒有配合一下 超濕的 那我先離開 我先離開 我先離開 你看要太拉出來 不要 想請問一下你平時的興趣是什麼 我喜歡 唱歌 然後玩花板 喔 你會練花板 就一點點 你是那種街頭的那個 短板還是長板 我是玩長板 那有因為就是溜滑板 然後造成你就是什麼 哪裡受傷之類的嗎 有 我之前就是 練的時候練跳板 然後就直接整個摔下去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的未來目標是什麼 我應該 就是很想要進入那個演藝圈 對 然後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那我再試看看 就是努力一點 對 你現在有另外一半嗎 沒有 那你的理想型是哪一種類型 陽光 然後 就體貼 可是我會看眼睛 看眼睛 單眼皮還雙 我喜歡雙眼皮 大眼的那個 那有沒有一個就是 明星或是 紅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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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Sense 有眼光 各位介紹 這是我推薦的我們 裝進的學姐 我叫Peggy 年級 大三 然後表演藝術科 它是我的上一屆 然後是我們學校都覺得 哇 女生 的那種學姐 然後就走路都有飄香的那一種 那你之前有沒有遇過說什麼 瘋狂追求者之類的 瘋狂追求者 啊 我知道 我們班以前有一個同學 就是因為校刊上面有學姐的照片 那你把它剪下來 貼在書桌上 真的假的 不是 Peggy 那個學長還幫她寫一首歌叫做 Angel 好像是吧 這我們班的啦 他們班的人 對 現在就是很好的朋友 對對對 然後幫她寫一首歌叫Angel 聽起來Peggy就是 那時候裝進的門票 對對對 那姐姐請問你現在有 另外一半嗎 啊 秘密 好 那我們問 你的理想型是什麼類型 理想型 就是比我高 然後乾乾淨淨就可以了 乾乾淨淨的 然後內在就是 反正就是 也乾乾淨淨 沒錯沒錯 乾乾淨淨 要躲乾淨 像一張白紙 像一張白紙 OK 那姐姐你有推薦 就是你們學校的其他同學嗎 嗯 我們班有一個 很帥帥哥 那叫徐韋哲 啊 迷妹很多 啊迷妹很多 好啦那我們事不宜遲 謝謝 掰掰 掰掰 這是我們網友推薦的同學啊 我會有大陸推薦的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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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機有沒有拍到他那個 頭髮的那個 灑陽光的下來 對 他那有特別為了我們打扮一個 我覺得他側面很漂亮耶 就是他睫毛很長 而且他眼睛很圓 眼睛很大的無辜感 無辜感 無辜感上 你在害羞嗎 對 那你們先請他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我是Irene 我是Irene 我現在是旅運一年級 旅運是什麼 旅遊運輸管理的 哦 是不是在幹嘛的 就是有學一些地勤啊 或者是 就是航空類的 然後語文也有 你未來是想要往哪方面 就是 如果念得好的話 看可能會 去考個空姐 那你平常的興趣呢 我喜歡看劇 看劇 哪一種劇 日劇還是韓劇 美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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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見嗎 會見嗎 Pool Queen奶奶 那個 荒唐分局 那一部超好看的 對 對 你不知道 我只存在於動脈 之中 存在於YouTube 接受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你現在有另外一半嗎 有 它是什麼樣的類型呢 比我大 比較成熟 然後 很體貼的類型 很體貼的類型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這個是網友激推的 請我的正妹 然後讓她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好 大家好我是陳玉婷 然後我讀表藝系 二年級 好那我想問你就是你們 你是表藝科嗎 那你就是 表藝科 平常有參加過什麼活動 或什麼表演的嗎 我有去參加過那個 選秀節目 滴滴五二 那你是哪一組 我是烈焰之星的 那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好 就是你現在有男朋友 我沒有男朋友 沒有男朋友 聽到沒有沒有男朋友 那我們可以問一下你的理想型是哪一種類型的男孫嗎 長得壞壞的那一種 長得壞 長壞的可以嗎 長壞 不行 要長得有點很像 瘦子那一種 瘦子那一種 然後有刺青會加分 有刺青加分 有刺青加分 對 立馬回家吃 可是不是那一種 絆甲什麼的 是帥的那一種 帥的那一種 王陽明 那你未來的話有什麼規劃 還是你想就是往哪裡發展這樣 我現在都上節目 然後 什麼節目 就是 同學來了 然後綜藝大熱門 因為我講話會有 台灣國語 然後就 跟反差耶 跟妳的外版反差 然後我就被公司 就是變成一種 感覺很像血腥 可是我想去演偶像劇 演偶像劇 那妳想挑戰什麼角色 像長壞 對 okok 我想跟王陽明演長壞 對還不錯 那妳平常就是 休閒的時候有什麼 興趣或者是幹嘛 耍廢 耍廢 然後可能拍拍照 拍拍照這樣 想去咖啡廳 那想遇到他的人 想去咖啡廳喔 然後記得去吃個吃 好 那謝謝妳 謝謝 我們剛剛 找到了 喜無可大的 男神 對 我們在籃球上的運動 打籃球 網友雞推喔 沒有沒有 還好 他在謙虛喔 謙虛喔 自己人 好 那我們可以請自我介紹一下 好 大家好我是 表藝系三年一班的虛偉者 你表藝是學什麼的 主要 對對對 我自己是比較想要 走戲劇這方面 對 你想演哪一種的角色啊 就可能現在 走 很學生啊 然後陽光類型的 對 你身高大概多少 身高185 對 哇 哇 我好快看這怎麼這麼高 你可以嗎 可以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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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嗎 那你平常就是 有什麼興趣嗎 興趣 就是運動 然後打籃球這樣 重要是不是單身 對 現在也是單身 那你要跟觀眾講一下你的理想型 你的理想型 你是哪一種女生 理想型喔 就是 比較 高一點 160以上吧 對啊 然後 活潑大方 愛笑 我覺得女生愛笑很重要 對 然後有氣質 對 那你笑什麼 你在笑什麼 對 未來有沒有什麼 計畫 未來 你說自己 對對對你想要怎麼發展 有什麼展望之類的嗎 就是 想要 當然就是可以 有作品出來這樣 就是戲劇的作品啊 哇 希望啦 哇 我們今天的下課十分鐘 就到這邊結束了 耶 你喜歡哪一個 你印象最深的 老師說我 我今天印象最深的 比較多是被女生的漂亮 那是哪一個 哪一個 就是你學姐啊 還有就是那側面超級漂亮的 Iron 就是有空姐夢的那個 對對對 我覺得女生真的很漂亮 還有他們氣質的那個感覺 對白白嫩嫩的 我們學不來的 對 觀眾喜歡哪一位 最喜歡哪一個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 記得按讚訂閱 和分享 不要忘記 開啟小鈴鐺加入會員 今天我們就到這邊結束囉 掰掰 喜歡我們影片 記得幫我們 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 開啟小鈴鐺 謝謝 掰掰 來 你見一個女生 大概是九歲 然後鼓勵有點油肌 然後鼓勵有點動 好 喜歡運動還不錯 蠻喜歡喜歡運動 因為我自己也喜歡運動 對 現在開始來跑步了 開始來跑步了 但是你賺的錢 可能有百分之七十幾百十六 還是多賺一點 喔喔喔喔喔喔 欸 多賺一點啦 還是可以養一 聽到 讓我們不到一閃晚 謝謝大家